下面有一個 當事人曾經專線 他真的打電話進來 他打電話進來 call in 了以後 他否認 他否認說他有涉及貪毒 而且他說如果有證據的話 歡迎這個陳啟祥跟一周刊 直接提供給檢調單位 讓他一刀斃命 一刀斃命四個字就是這樣來的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請問486 各位你曉不曉得 在台灣司法史上 有一件真的是非常誇張 有夠罕的 的一個什麼 政治受惠的一個案件 就是什麼呢 國民黨的前秘書長 林毅氏 那這個貪污的這個案件 匪夷所思 尤其到後面 法官法院所判決的 那個刑期之輕 讓人真的是覺得很匪夷所思 那當然很多朋友可能 對這個林毅氏這個收惠的這個案件 以及就是說他當時當的官有多大 大家可能沒什麼概念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到 這個對於這個台灣 不管是政治或社會 非常有研究的這個專家 瑞德哥 來那個節目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集 486先生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是 那麼事實上今天呢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到這個 我們這個節目裡面呢 講這件事情 為什麼呢 這件事情是台灣 政治史上 犯罪史上 司法史上 三個不可思議的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這件案件呢 當時爆發的時候沒有人相信 然後呢 馬英九不是一向以青年自詩嗎 對 所以馬英九那時候 接連爆發三件重大的貪毒弊案 也重重打擊了馬英九的這個青年的形象 為什麼呢 第一個就前南投縣長李朝青嘛 那個貪貪到 連那個 國小前面被土石流所淹沒的 相關的這個道路對不對 都貪 然後呢 被判了 判刑 判刑史上 大概是我們史上非常高的就對了 那 除此之外呢 那麼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林毅氏 這個貪毒案 那第三件就是 乾脆就直接坐在馬英九辦公室 黨主席辦公室的那個主任 叫賴素如 嗯 三個 三個案件 那為什麼我說 林毅氏這個案件 變非常特殊啊 為什麼呢 林毅氏這個案件 一舉擊垮了 國民黨在高雄的地盤 哇 以前高雄 你們大家都不知道 以前嘉義高雄 然後台南跟屏東是國民黨的天下 嗯 那這四個 你不要以為這四個先師說 現在綠油油對不對 不要以為是這樣 以前是國民黨的天下 那 其中呢 在高雄的部分 林毅氏這個案件 一舉把國民黨本來要 整個說 東山再起啊 起死回生的機會 全部都滅掉 當然那個韓國瑜那是另當別論 嗯 那麼韓國瑜有他時代的背景啊 那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呢 在2012年的時候 有一個刊物啊 現在已經沒有紙本發行 一週刊 嗯 那一週刊來到台灣了以後呢 一週刊 他這個的人說 啊 你知道嗎 都是用狗仔隊跟一些名人啊 本人被跟過三天 哈哈哈哈 跟過三天就算了 對啊 來跟的那個人 還有我認識的 然後認識以後 三天後打電話來說 瑞德哥你的生活是要很無聊 每天就是從家裡出來 來去錄語 錄語呢 以後還跑去大人花吃麵 我後來很生氣 我說下次要拍的時候 那個鏡頭角度要好看一點 拍了吃麵就對了 然後那個就是一週刊 那一週刊 登了一個封面新聞呢 那事實上在登之前就先曝光了 為什麼 因為你要求證嘛 你求證 新聞就會曝光 他登的是 但是也就是林毅士 當時他官拜我們行政院的秘書長 欸行政院秘書長很多 總統府秘書長 行政院秘書長 跟執政黨 國民黨的秘書長 三長 很大 說林毅士涉及貪毒案 不得了 因為有一個地勇公司 就是地勇弊案 他的老闆叫做陳啟祥 那出來指控 那麼你要知道 我們在新聞界混 尤其像一週刊這個 他會釣魚 什麼意思 引軍入旺 放長線釣大魚 他不會一集 做一次整個東西 我們都給你處理 處理了 那就再見了 我就慢一個禮拜 他不會這樣 而且他習慣性是 我先丟一點 讓你反應 讓你否認 下個禮拜 砰的下去 一刀讓你逼命 他用這樣的方式來釣魚 果然林毅士上當了 為什麼呢 林毅士啊 在這個新聞 這個週刊一出來以後 立刻召開記者會 對 否認 沒這回事 而且啊 那麼有關於他自己說 涉及貪毒對不對 涉及這個貪污啊 他連講七次 七次說他不會貪污 沒有貪污 絕對沒有涉及任何貪污的事情 一週刊要的就是這個 就是要你否認啊 你否認的七次 你否認越多越好 力度越強越好 當天晚上 有一個節目叫 2100全民開獎 我們現在很多那個 call-in節目嘛 對不對 爭論節目等等 他call-in進來 你知道嗎 包括這個 2100全民開獎 包括當時有幾個 這個爭論節目就對了 大家都在討論這件事情 那其中有一個節目呢 就是討論這個事情 下面有一個 當事人全民專線 他真的打電話進來 他打電話進來 call-in了以後呢 他否認 他否認說 他有涉及貪毒啊 而且他說 如果有證據的話 歡迎這個陳啟祥 對不對 跟一週刊 直接提供給檢調單位 讓他 一刀斃命 一刀斃命四個字 就是這樣來的 好 我說過了 人家早就在等你 就做這個動作嘛 然後呢 果然你上當了 你這樣講以後 其實當時就有人 國民黨裡面的高層 就有去問他 那你到底有沒有 他還是否認啊 那因為他不是否認而已 他還跑到地檢署去按鈴申告 嗯 按鈴控告 按鈴控告 這個蒂勇的老闆啊 這個等於說陳啟祥 然後還有一週刊 對 設計毀謗 加重毀謗 兩年以下有去徒刑啊 然後 因為他做這個動作 所以讓當時的馬英九先生想 會不會是弄錯啊 因為要不然的話 他動作這麼大 對不對 如果真的有的話 他敢這樣子否認嗎 敢去這個 按鈴申告嗎 那時候呢 馬英九跟國民黨 就力挺他 是啊 為什麼 因為人手頭上 早就有東西了 當時在此之前 這個蒂勇公司的總經理老闆啊 陳啟祥就已經跟林毅士 透過管道跟他講 我手上有 我有光碟 我有錄音光碟 那林毅士不相信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見面的時候 都沒有看到錄音的這個器材 林毅士不知道一個東西 叫做錄音筆 他真的不知道 怎麼樣 他不曉得被錄下來 所以呢 他一直認為說 你知道嗎 不要理他們 他太輕忽 輕忽對方的收證 結果呢 國民黨也太輕忽 那麼他可能涉案的程度 就沒想到 沒多久 我們新聞界就是 一點一點放 對 放了以後呢 有一個東西出來了 光碟的譯本出來 光碟的譯本出來 還是字的喔 林毅士講什麼 陳啟祥講什麼 陳啟祥講什麼 陳啟祥的女朋友講什麼 這樣子 那個不夠精彩 精彩的是 我的媽呀 錄音筆 透露的相關的內容 竟然播出來 我們那時候 在播出來的時候 全程聽到尾 我就說 林毅士就完了嘛 叽叽了嘛 因為聲音就是林毅士的 聲音就是林毅士的 所以呢 林毅士 他把他 跟他談話的過程當中 是如何拿錢 然後呢 要取錢 拿更多的錢 做什麼事都講得 清清楚楚 那這一段光碟呢 有兩片 其實總共加起來 時間是66分鐘 嗯 然後這邊光碟的 這個內容啊 在這裡喔 各位很精彩 為什麼呢 他說他是 馬政府的第三把交椅 就是衛高權政 因為他是行政院的秘書長嘛 那麼第三把交椅 對不對喔 那也說 跟吳敦義交情後 因為吳敦義這個是他的這個長官嘛 那當然到後來發現他是吹噓的啦 吳敦義那時候很生氣 因為有媒體人跟媒體報導他 是不是捲入這個事情 那麼吳敦義很生氣了以後發現烏龍 一臭腸子就對了 然後林毅士臭腸子 那麼最著名的是 行政院只有三個人在上班 這句話我記得 哎呀 其他的人在幹嘛啊 其他人在摸魚 其他人在購物 其他人在購物 其他人在幹嘛 行政院只有三個人在上班 那他的意思是說院長 副院長跟我 他們兩個之外 火水大 那他的意思是 然後呢 這個只有三個人嘛 然後這三個人也就算喔 但是行政院只有兩個印章 院長跟我 國庫啦 他意思是國庫喔 不是我 就一定啦 對啊 所以你要先過我一點點 我回到比較爽啦 然後呢 緊接而來說 國營事業的這個 新任的董事長啊 都是我決定我派的 比較誇張一點 但問題是 一定要先送到 人事命令一定要先送到這個 秘書長這裡嘛 那 通雄對不對 通雄 其實行政院的秘書長是 幕僚長的意思 跟總統府的秘書長意思是一樣 沒有那麼大的權限 他就在碰風 他就跟陳啟祥現在碰風 我沒有給你碰風 我錢是要過手 對吧 所以要給你碰風 是啊 這東西全部出來的就不得了了 為什麼 鐵正如山啊 不過 這個錄音光碟呢 後來成為 意外成為 救了林毅士的一個 等於說證據 為什麼 你知道嗎 為什麼 真的很諷刺 讓他一爆弊命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救他 因為陳啟祥 裡面有些牽扯到裡面有些人 他在繞到過程當中 有說到白人 他沒想到白人曝光 所以他拿到 拿到給這個市面上 有那個剪輯師啊 剪輯過 剪輯過以後 你的原版 就不單純 這不是原版 那原版找不到 後來搜索什麼都找不到 那當時呢 因為都是一座刊 大家都跟著一座刊 然後跟著追那個陳啟祥嘛 那時候特徵組還在 特徵組呢 就一直要拿到這個光碟 一直拿不到 所以後來就指揮刑事警察局 直接搜索 約談 就衝到陳啟祥 跟他女朋友 住的五星級飯店 衝進去 衝進去 他們的朋友嚇一跳 我心中看到一座婚禮 婚禮 害怕嘛 然後來收到兩片光碟 就是我們說的 這個內容的兩片光碟 當然這個光碟 事實上之前 他就已經外洩給 包括一週刊這些媒體的嘛 然後呢 拿到了以後 那裡面也找得出來 你看那個你剪接那個軌跡都可以查得出來嘛 你有經過剪接嘛 所以後來林醫師的律師直接講說 剪接了56次 你知道嗎 有56個地方 有剪接的跡象 那麼當然啦 雖然有剪接的跡象 不過特徵組從這些話裡面 我可以兜出來 兜出來就是 你假借你的權勢嘛 對不對 你之前是立法委員啊 他在拜託你的時候 是立法委員嘛 那你現在呢 假借你的權勢說 我現在是行政員的秘書長 對不對 我現在很大 所以為什麼 因為他牽扯到帝永公司 要中鋼的相關的下腳料 就是他廢棄物啦 但這些廢棄物其實還很值錢啦 不過中鋼問題就在於 中鋼一年幾千億在賺 對不對 他沒有需要再去擴建 廠房務 又為他保來賺這些錢 所以都包出去 都發包出去就對了 那他想賺這個錢 然後呢他找不到人 來跟本來的這個拼嘛 人家的關係也很好啊 所以呢 後面也是立法委員的關係很好啊 人家也是合法去標嘛 所以後來經過推薦推薦 找到林毅士 林毅士那時候是立法委員 所以呢 因為這樣看起來關係 好 重點來了 那這樣下來 你林毅士 扣應進來 開記者會 跟國民黨講的 都是你沒有涉及貪毒啊 那這什麼事情大條啊 因為這個錄音帶 在當時第一時間公佈的時候 你就咳咳了嘛 他自己就發了一個聲明 就是承認 因為他思慮欠舟 所以涉及貪毒 然後呢 跟國人 跟國民黨 跟愛戴他的高雄將軍道歉 然後呢 他會坦然面對司法 這個是林毅士 當年自己發的相關的這個新聞稿 就把自己就是說 認錯啦 卻有這個事 馬英九就 莫名傳道歸 我告訴你 為什麼馬英九 莫名傳道歸 他是馬英九的好朋友 那時候馬英九 去幫他 胡選的時候是 林毅士 因為平常都是 騎個摩托車 戴個安裝帽 我記得那個照片 他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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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他用安全帽 這個戴上 騎個摩托車 馬英九坐後面 對 抱著他肚子 還記得那個畫面嗎 然後呢 你是我的兄弟 還記得嗎 死啊 你是我的兄弟 現在行政院三個人最搬 你知道嗎 兩顆印章 他還算不錯 他沒有說 總統府那個也算我的 沒有這樣說 馬英九再見 林毅士之前 去參加一個活動 因為他是青年 國民黨青年團的總團長 他還是年紀最輕 當上國民黨的副主席 馬英九一路提拔 提拔他 對 然後就因為他爸爸林先保的關係 所以呢 高雄紅派的掌門人 少主就對了 所以 雖然孫立位輸 而一座孫立位嘛 那後來第五任 雖然競選連任失敗 但問題是 他是國民黨在高雄 有意栽培的 下一代的接班人 而且他們家的勢力 講真的喔 他們家的勢力 跟這個等於說派系有沒有 當時在高雄 是大有可為喔 立委 不管立委 還是在緊接下來了 高雄館長還是 合併後的高雄市長 他不要出事 勝負難了 我是講坦白的 哇塞 你問他說 民進黨在高雄有沒有 就一面倒這樣 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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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 陳菊跟謝長廷你要知道 當時都是顯勝這樣而已 所以差一點 他就成為高雄 復興高雄的一個希望所在 現在整個坡 破滅了 整個再見 所以馬英九就很沉痛在中常會 就是跟國人道歉 然後要求說不能接受貪腐 沒想到後來他旁邊那個辦公室主任 也是跟我們出事 賴蘇如也跟我們出事 好 重點來了 那到底是什麼事 他涉及貪毒 一定有拿錢 其實很簡單 他就是2010年 在當立法院跟國民黨的大黨邊 那個時候 那麼帝永公司 陳吉祥老闆有沒有 他想要拿盧下渣 盧下渣就是我剛才說的 中鋼在煉鋼的過程當中 會產生了一些相關的雜質 但這些雜質不是都是沒有用的 裡面也有鋼也有鐵 都有 都值錢 但問題是 中鋼要賺最主要大部分純鋼的錢 他不賺這個就對了 麻煩 那因為賺的錢 你就算有幾億幾十億 比起我一年幾千億 那太小了 我還要另外弄那麼大的廠房 那麼大的人 所以我就標出去 那標出去之後 他一直拿不到 拿不到了以後 他想要拿 那一直都拿不到 所以呢 經過介紹 我們認識的林毅氏 認識林毅氏之後 你不要忘記 他是立法院的大黨編 他全請一時 我說的他們別的 那時候顧別動他說的算 很多東西他說的算 人家也不願意去得罪他 所以他那時候 就直接也找上了中鋼 跟中鋼的子公司 因為這種事情 是中鋼的子公司在付席 中鋼的子公司 誰願意去得罪他 我講真的 都要賣他面子 對 因為我得罪你 我說我坦白 其實他有些東西 雖然嚴過其實碰轟 但是我問你 如果你是國營事業的總經理的董事長 或者子公司的總經理的董事長 你需要去得罪黨中央的相關的大黨編嗎 對不對 任命也好 包括你的預算也好 我告訴你 你抓一下你就下來了 對不對 或者卡你 那他們沒有必要 但是問題是 他們因為一天到晚 接到這種所謂 立法委員的相關的陳情 通常是給你應付掉 我所知道的是 立法委員接到很多 就是這種國營企業 要標的 或者是說 我們國家的單位 公務機關 要調職的 通常都給你應付一下 你要來陳情 你不告訴我 我就給你應付一下 我有這樣講 行文區就算了 隨便你啦 但是不一樣 對方為了拿到 因為本來林醫師出面談 他就替幫 對風也有相關的背景 人家不願意放 然後後來呢 那麼加錢 有錢能使鬼推磨 你知道加到買了嗎 6300萬 哇塞 金錢也有一定 6300萬 我問你 不要是這個盧夏渣 可以賺錢 這些錢很多 他才願意開出6300萬 原來 本來你說一點 他當然異性藍山 6300萬 開玩笑 對吧 只要米金拿193萬 只要米金 就拿193萬 然後後來還有台票 就對了 6300萬 拿過面 然後呢 他真的幫他講話 真的講話 聲音 比較大聲 叫來罵 對不對 或者是怎麼樣 無法放在眼裡 你罵他就講下去了 下面人想說 我還不需要為了這去得罪 沒有必要 萬不像醫藥 比國民黨的什麼 明日私信 高雄市長 還是說什麼有的不的國民黨 主席 我們就倒楣 後來經過協調 就撥了三分之一 這個 盧下紮的 有的不的這個 撥三分之一 給這個等於說帝勇 後來 這件事情 如果到這裡 神不知鬼不覺 就算了 我說我難聽 我說我難聽 全台灣在政治裡面 在搞這種東東的 不曉得有多少人 民意代表 還是政客 都有啦 本來這件事情 沒人知道 就算了 結果呢 沒想到說 時間到了 林毅市立法委員連任失敗 連任失敗 然後呢 可是 他被馬英九任命 成為行政院的秘書長 本來是 當官了 沒有啊 現在比立委還大 為什麼 我現在是管國營企業的 我現在是老闆 你知道嗎 我是老闆 你想想看 另外那兩個人 行政院只有三個人在上班 另外那兩個不知道在幹嘛 你所有的 所有的東西 都要先經過他這裡 對 秘書長就是整合 然後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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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嘛 事情又大了 現在為什麼呢 時間到了 6300萬的客戶 有沒有 我處理你的時間到了 嗯 結果呢 兩邊就來會談 兩邊來會談了以後呢 結果 那麼新的金額 再加一個2000萬 就變成8300萬 哇 怕死人 其實林毅市 那時候 要是收手 就沒事 因為他也不是立委 嗯 我們通雄 我們台灣對民意代表幹什麼事 對不對 通常會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但是對政府官員可不一樣 政府官員涉及什麼事 動不動就貪毒啊 你知道嗎 然後呢 結果沒想到 這個 蒂勇他們呢 夫妻 這算是兩個人啊 帶著到林毅市 鳳山的家裡面 給他們 他第一次沒有錄音 但到後來他覺得林毅市的態度不對 你知道嗎 所以就給他錄音 錄音以後 就有剛剛我們看到的 那一個 所謂的相關的 什麼兩顆音 三個人上班 有沒有 有的沒有的 怎麼處理這樣 那麼當然 這個陳啟祥他們呢 也是有意 因為他 我就是要跟你錄音 他其實目的只有一個 因為後來發現 盧夏渣不太好賺 不太好賺 你又不是6300萬而已 你又要加兩千 對不對 他不要 不用拜託 意思就是說 不就算了 但是你不要動我的料 你不能從中做梗 好歹前兩年讓你賺掉 我6300萬的閨費也給你 但你不要動我的料 就是說你不要去跟中共講 不要做 你知道嗎 因為林毅市有辦法讓你上來 就有辦法拆你下去 對 他怕這樣 所以他比較不容易給他 用錄音筆 你要說錄音筆 拿去拔 唱得辛苦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現在聽到的事實上 是他錄音筆幫他錄音 然後呢 也是有計畫 我們說廢伯的 他就要給你錄音嗎 所以當然要把前因後果都錄到裡面 對 所以包括上一次 6300萬 這個都把它故意講進去 上一次6300萬 然後呢 這次有沒有 8300萬要怎樣 3323 這個號碼 3323 什麼意思 分 三百 三千萬 三千萬 六千萬 還有兩千三百萬 多少 八千三百萬 所以那個時候就有一個數字出來 叫3323 這個數字 後來你要去簽那個 四星債 公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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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後來就一堆共犯有沒有 但是呢 像他老爸林仙寶 雖然在現場重聽 後來有經過科學驗證說是重聽對不對 重聽逃過一節 因為你聽不懂嘛 你應訓的時候也重聽 然後其他人呢 雖然有這個 等於說用共犯 那人去敲啊 敲一大堆 好 重點來了 那麼林醫師捲入了以後 那特徵組 電視台都拼了 只好人抓進來了嘛 抓進來以後 送到臺北看診所收押 收押 然後呢這個禁見對不對 整個案件 整個拼到天大地大 你要知道當時啊 當時為了偵辦這個案件 那麼發動了七八路的搜索 整個都去敲就對了 四件去敲 發生一個不可思議的事 台真主說多厲害 台真主莫怪後來會被解散 後來會被消失 去他們家敲 你知道啦 他們老母 林醫師 他們老母 把一千八百萬的現金 那個新台幣 放在一塊 按行箱裡面 去放在他們的瀑豆上 神桌下面 當時沒有敲到 太狠了 我也覺得太狠了 太狠了 當時天花瓣把你敲到七八糟了 看你們隔間沒有 案房 都要敲敲敲 敲到神桌下面 有一個旅行箱 他可能放一下就給你遮住了 但你什麼地方都應該看才對啊 馬桶水箱對不對 然後那個冰箱什麼都要抽 因為你來的目的就是第一文件 第二看有沒有這個彰款 對 怎麼會不知道 你怎麼會不知道 太誇張了 太誇張 太不可思議 對 然後呢 我覺得是很差異 為什麼呢 因為像這樣的一個case 在台灣跟中國都各發生過一次 中國有一個叫文強 就是薄熙來的好朋友 然後呢 他們家後來包括涉及貪毒等等 所以呢 文強的好朋友幹嘛 他們去把那個 大概幾千萬的人民幣 找不到 他要中國公安用反箭 什麼反箭 拿出他們跟堅其堅 那麼這個男主角 貪毒案的男主角啊 在外面包小三 包養小三的照片 給他們看 他們沒有一聲 死不死 對不對 今年對我這樣 對不對 我帶你們去 然後就帶公安去 當然 所以對 用頭腦 打包啊用頭腦 找老婆去 訂小三就對了 結果 把這公安帶到哪裡 高速公路 你做夢都想不到 就在高速公路路間 車子停下來了 他老婆說 火箭在裡面 那個很大的餘溫 在火箭在裡面 中國公安座用水 把火箭在裡面 火箭在裡面 整條條條 用油布包 就是防水的 油布包 那人民幣 現金一堆 放在池塘裡 這是中國 沒想到我們台灣也有 為什麼 不是特徵組很奇怪嗎 神桌下面的 一千八百萬的現金 放在旅行箱裡 看不到 他們老婆是說 沒遮住也不一樣 外面現在都記者 你看一個家裡 人家說 媽啊 那個是不是要看 滅陣 那我怎麼辦呢 他老媽也很天兵 他老媽就把這 一千八百萬的現金 有沒有 跟那個旅行箱 他們家有一個庭院 有一個池塘 裡面有漆魚 以前那個旅行箱 放在裡面 變成私台幣 不是乾台幣 叫私台幣 放在裡面 這個沒有遺憾 為什麼呢 又乾了一件事 各位 我們現在 清明節燒給祖先 不是會有人寫一個 去買那個玩具 抄民國銀行 美金日幣人民幣 一大堆 然後拿去燒 那算什麼 你們燒的都假的 林醫師他只要燒真美金 你知道嗎 真的 他們老母 跟米金嗎 我跟你說 你有什麼要燒 不然你也去 警察府 孤兒院 對不對 那為什麼 一張一張都送 95萬塊的米金 95萬塊的美金 就在他家的那個爐子 一張一張 燒掉了 90萬塊燒掉了 後來 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全爛爆發了以後 林醫師不是說要進見嗎 然後家裡一大堆人被捲進去 包括他老婆 彭愛家 然後後來呢 包括他老媽 包括誰都傳訊 後來有一天 他媽媽突然間拖著那個 他後來一想 因為不對 為了要叫小孩 所以呢 就他從池塘把那個 撕台幣的那個 1800萬的禮品要撈上來 帶著這些錢 自己到特尊組去 頭暗 然後呢 特尊組搶一下 打開了 都膽了 你知道嗎 所以他講的應該是對的 已經浸泡了一段時間了 總共數一數1800萬 聽說裡面跟彰環有關係是1200萬 然後呢 他又跟這個 特尊組的檢察官說 他有燒 要給他100萬的美金 特尊組再回去他家 你知道嗎 這次查扣什麼 因為他說燒燒之後 給他敷 就倒在馬場上沖掉 不會擋住 那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那就回去對不對 就回去 只好回去 把那個金爐給查扣了 查扣了以後呢 拿回來可是沒有用啊 敷都已經被敷了 就沒辦法了 可是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當時給他起訴 當時給他起訴對不對 是求處無期徒刑 可是 不斷的 他一審出來的時候 很多 因為無期徒刑 一審出來的時候 竟然跟他說改用 說他不是貪污 然後竟然改用 恐嚇罪賄賂 判七年四個月 我這查得不夠多 對啊 這差太多了 大家就說 你當作發營 是你們國民都開的嗎 怎麼可以這樣 馬上就說他沒有干涉 他沒有干涉 可問題就變成這樣 後來到更一審的時候 二審重判 二審用貪毒貪污 重判12年 這所謂的12年 是單指所謂的收錢貪污的部分 另外財產來源不明罪 對不對 判了一年多 其實總共判了兩年 財產來源不明罪判了兩年 因為說來源不明罪 為什麼 因為這個財產來源不明罪 修法本來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後來變成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他修的 他是財產來源不明罪 那個政治錢 你沒辦法交代 就要去關有沒有 這是林毅士先生 是用的 他是第一個適用這個法律 而且抓去關 他後來判刑去關兩年 是為了這個財產來源不明罪 可是問題來了 那麼到二審不是判12年嗎 對 可是等到更一審 又改判又認為他不是貪污 改判四年十個月 哇太誇張了 越判越輕 越判越輕 所以很多人沒辦法接受 你怎麼能告訴我他不是貪污 但法官就認為 法官就認為說 根據法律 最主要是 我就跟你說過 就是因為他不應該 陳錦祥去剪光碟袋子 就是因為剪光碟袋子 所以才變成這個樣子 他認為說你有剪接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光碟 他的證據力到什麼程度 那特政組認為 他雖然有剪接 但裡面的證據力不影響 那所以後來 這也是後來被限制出境 對不對 交保以後 要本來每天要再拍手去報到 後來每個禮拜要去報到 等等 然後呢 1580萬財產來源不明罪 除了沒收之外 還判兩年就對了 所以你就知道 然後呢 你就知道說事實上 這就是當時一直到現在 還在審理中的 靈異式貪圖案 所以瑞德哥 他的案件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完完全全都判完 對 然後他的財產來源不明罪呢 已經入獄服刑了一年多 後來假釋了 那麼現在就等這個案子 確定了以後 入監服刑